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不必想太多 宋星辰的一些话 让我安心不少 可我仍在犹豫 要不要告诉黄小桃 我不想欺骗他 但眼下可不是争论的时候 我必须暂时向他隐瞒 但以后 我一定会向他坦白 哪怕就此结束 警方顾问生涯 我也认了 回到局里 黄小桃焦急的 在办公室来回夺来夺去 该死这帮混蛋 用出来插手了 我说 此人下手极为迅捷 带着四个女人 要躲藏不容易 我想应该不会走太远 说完摊开一张 南疆式地图 把四名失踪者的地址 一一标出来 这四个地点之间 找找地下室 烂尾楼 废酒仓库 黄小桃点头 行 这就派人去查 我们焦急等待结果 下午冷清的局里 突然间热闹起来 原来有警察抓了一些流氓回来 一批一批 押进局流室里 我一看 这里面尽有血狼帮的人 也有黑豹帮的人 警方以为这两帮有姿势 可是不管怎么审问 他们都是打哈哈的糊弄 一句真话也不说 其的审讯员们是火冒三丈 我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于是悄悄给光头强打电话 光头强说 宋哥 我忙呢 之后再来接你 我断然说 不行 出来一下 就在上次那家饭店前 去那家饭店 一会儿功夫 光头强来了 嬉皮笑脸的说 好久不见了宋哥 吃饭了没有啊 来 我请客 我说 别搞这一套了 我问你 你们两个敌对帮牌 怎么在街上到处活动啊 出什么事情了 光头强真直无误不肯说 我严肃地说 在我面前掩饰有意义吗 光头强终于招了 行吧 我也不瞒你了 其实啊 我们两帮的老头子下命令 叫我们去找一个人 我问他 谁啊 怒目金刚 我心中一脸 血鹰鹉果然有能耐啊 轻描淡写的 就发动南疆市流氓大军 去搜寻怒目金刚的下落 我对光头强说 继续找吧 临走 我吩咐说 对了 待会儿给你发一条空白短信 你马上打电话给我 说什么都行 光头强一头雾水 好的好的 傍晚时分 血鹦鹉给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条短信 上面写了一个地址 我立刻给光头强发短信 然后他打了过来 哎 聪哥 今天天气不错啊 我答非所问的说 是吗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我当然是演给黄晓涛看的 不然他问我消息从哪来的 我不好解释 挂掉电话之后 我说 赶紧去 黎江路旁边 一栋废机建筑 怒木金刚就在那里面 黄晓涛不明所以 怒木金刚 我吓出一身冷汗 果然还是不太擅长欺骗黄晓涛啊 我只好说 路上和你解释 上车之后 我告诉黄晓涛 这情报是光头强告诉我的 组织派来善后的家伙 叫怒木金刚 因为血狼帮黑宝帮和他有丝绸 所以一直在找他 黄晓涛倒是没有怀疑 笑着拍拍我 你现在也有几个线人啊 不错啊 他的信任 反而叫我有一阵愧疚 几辆警车来到黎江路的附近 和往常一样 害怕打草惊蛇 我们在一条街外下车步行 黄晓涛吩咐众人 特警一会儿就道 如果遇上歹徒直线的话 不要硬顶着 大家注意安全 我们来到那栋废弃建筑的下面 看见一个消防砖裂开了 像泉水一样喷着水 马路边也磕掉一些石头 我说 这里好像撞过车呀 在前面开车的警察 一脚踹开建筑的门 这里是一栋 带拆除的两层小楼 我们踩着年久深休的楼梯 来到二楼 入眼的影像 让我们所有人一清 屋里让人几盏高光灯 全部指向一个地方 一个女人坐在椅子上 乍一看 她好像穿了一件鲜红的衣服 实际上她什么都没有穿 身上罩着一个渔网 网眼露出的肉被一刀一刀割掉 全身上下红彤彤的露出皮肉 有些地方甚至露出了白骨 这正是古代的零尺酷刑 用一张鱼网罩在身上 把全身皮肉绷起 然后一刀一刀的割掉 她的手背上 用红颜料画着一个腕子 她的脸已经因痛苦而扭曲视针 但我还是辨认出来 这女人正是那天见过一面的张荣 我过去掰开她眼皮看了看 说 死了不到一小时 现在没工夫仔细验尸 黄巧桃招呼了一声 赶紧搜 大家四处散开 在另外一个房间里 我发现几根被烧断的麻绳 我拿起来嗅了嗅 上面沾着汗味 一旁窗户开着 底部窗框的灰尘被擦拭掉了 我从窗户向下看去 正是我们上来的地方 撞车现场也在下面 我说 看来另外三个女人逃掉了 等一下 我从屋门向外望去 这里正好可以看见 尸体正裂 也就是说 在怒目金刚 残忍杀害张荣的时候 她眼睁睁看着同伴逃跑 却没有声张 或许她还故意用惨叫声 来掩护同伴的行进 这种自我牺牲精神 令我一阵唏嘘 我说 他们偷了一辆车跑了 怒目金刚肯定在追杀他们 我们必须在她之前找到 否则就会有下一个受害者 我一回头 突然注意到 黄小桃咬紧牙关 眼中擒着泪水 她义愤电影地骂道 折磨女人的变态 毁掉把她抓住 走 我们下楼的时候 我突然听见楼上有动静 直觉告诉我 有情况 我对黄小桃说 你们先下去 我回到二楼 看见血鹦鹉 站在尸体边上 默默地用手 替死者合上眼睛 语气悲痛地说 可怜的姐妹 我会替你报仇的 她一回头看见我 我们对视的手 身后传来上楼的脚步手 黄小桃一声立鹤 不许动 您刚才听的音间审探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可以关注我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